这边我又拿着电话 那个120打电话 我等120的时候 我就心思 我这么难受 我怎么不晕倒呢 看电视前 这是碰一下 创一下一下 一下就晕了 这我咋还不晕呢 就腿呀 腿有直觉吗 那个时候 就是 荡的糊的 热的糊的 难受 这腿呀 老干老干的 那个到医院以后 不长时间因为急诊嘛 他那片出得快 医生说了 那个小果 没事啊 放心 骨头没事 就是软主持受罪 结果我养了一个月 好了 怎么可能那样的车 压过去呢 就得多幸运 那个车子自重 就得十几吨吧 对呀 对 我就感觉 绝对就是个奇迹 它那个道吧 它也不像咱们这边 都水泥道特别平 我感觉应该是压石头啥的 连蹦过去 就是没压石 压石了 我估计我练铁铺事也够贴 兄弟 这事吧 我觉得万幸啊 真是万幸 但可别出去吹了 金钟罩铁铺事 你说这如果再来一次 还能幸运了吗 我不想再来一次了 压完以后 我瞅着大车我都迷糊 好的 那那么接下来呢 看第二个短片 我们继续了解一下 我这人啊 眼泪窝子就浅 看电影也哭 看电视也哭 我就连看全身的恋 我都能哭 但是那都不算啥 真正给我致命一几的 是我前妻把孩子领走以后 哎呀 那没事 我想起以前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我就哭了 哎呀 因为我感觉伤透的女人 更懂事 更懂得珍惜 最好呢 像我一样 哭出个双眼皮的 不是说吗 找男人要找玩够的 找女人要找伤透的 我已经玩够了 你伤透了吗 四号 赵鹤 你好 小伙 我特别赞同您的观点 就是找玩 找那个收了心 玩够了的女人 然后我也特别的 就是觉得你很棒 因为什么你们两个 就是分手了呢 分手的原因就是 闲的 说白了就是闲的 天天在家待着 明天你不能总在那儿坐着 天天看电视都看够了 就玩Q球 玩微信 聊着就聊着就聊走了 没进入诱惑 是前妻有外遇了是吗 对 说实话 就是我感觉好 任何一个男人 摊上我这种事 如果说没有孩子的话 我想他不会去愿意原谅 这个女人 但是为了我们的孩子 为了这个家 我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能做到我都做了 只是到最后实在是无法让他回心转意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我才选择了离婚这条路 但他说就挺封闭自己 而且吧 那个时候我们也去过他家 挺善他 那个人都不怎么说话 反正要比有时候就在屋睡觉什么 原来你是回家洗一份孩子 突然之间都冷冷清清就算自己了 现在来说对于孩子 说实话我会哭 我给不了他一个完整的家 给不了他 他应得到的父爱 想对孩子说两句什么 宝宝 爸爸永远爱你 有需要的时候 随时可以找你爸爸 兄弟 这就是今天的一个收获 尽管因为这段婚姻 十六盏灯都灭了 但是你记住 人生不就是迎接一场又一场的风雨吗 这场风雨过去之后 等待我们的就是第二道彩虹 风雨过了 彩虹迟早会来的 阳光总在风雨后 向着幸福出发 缘分天使送给你 谢谢 送你一份好运 好 掌声送给郭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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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